之前我做了一个视频讲日本战国历史 当时说了我这个视频一共会有四集 后面三集会讲直达姓长 佛内秀吉 德伦香刚这三位天下人 距离上个视频更新已经过去两年时间了 我们的第二集视频也要来了 上次讲战国的时候是在日本的白马 当时在滑雪看到滑车场有信玄的嘉辉 在学长上面俯视日本的河山 就突然想要大家聊聊日本战国 因为本来预计日本是可以经常过去的 我就想每次去日本的时候都录一集 当时其实是处在全球疫情爆发的一个前夜 没想到后来疫情来了日本也去不了了 拖更就比较久拖了两年时间了 这个主要怪疫情太耽误事了 不是因为我哥 反而我是在一个强烈责理性的驱使下 今年大年初一 我就觉得不去日本也不能耽误我们系列的更新 如果是没看过第一集的 建议大家先看第一集 今天给大家讲的是直达姓长 就是战国三集的第一位 对我们中国人或者华人来说 虽然很不一样 但大家可以把它想象成日本版的曹操 今天信长和曹操都非常有英雄气感 而且都玩过邪天子以令诸侯 而且这两个人都几乎终结了一个乱世 但是又没完成真正的统一 而且死后胜利的果实也都被别人篡夺了 这个信长这一生波澜壮阔 今天重点讲三场战争 统侠间之战 长销之战 还有本能死之变 有细的灵魂聊科技人文 我是李自然 今天和大家聊直达姓长 枝田家的地盘呢 在伟章这个地方啊 在地图上可以看到 伟章其实是很小的一块地 上集呢 讲战国时代有下课上的传统异能啊 枝田家呢 本来其实也是伟章的这个守护带而已啊 可以说是干掉了自己的上集 干掉了伟章守护 才拿下了这样一块小小的地盘啊 少年时代的信长呢 是很不正业的一个人 经常就是穿着西装衣服 也不遵守礼节 就像一个小混混一样 当时呢 他有个说号 叫做伟章的大傻瓜 说的直接点呢 就是伟章的大傻逼 大家都觉得直辰家呢 迟早要玩在他的手里面啊 当时呢 就是伟章的内部也还没统一啊 北边呢 有斋藤家 东边呢 有金川家 可以说 之前家是在一个夹缝中求生存啊 其实非常的艰难 北边这个斋藤家的家主呢 叫做是叫做斋藤道三的一个人 这个人呢 传说是卖油出身啊 据说他可以 就是透过一个铜钱的前眼啊 把这个油壶里的油倒到一个瓶子里面 倒完一看 这个铜钱是干的啊 这个很厉害 就这样的一个人呢 也是通过不断的下克上啊 最后就取得了美农这一国啊 这个斋藤呢 有个女儿 斋藤的女儿呢 叫做龟迭 历史上呢 也叫做农姬 名字非常好听 信长呢 就先取了斋藤家的女儿 当然这也是他父亲给他的一个安排啊 就通过取了斋藤家的女儿 龟迭呢 就先稳住了北边的这一头 据说这龟迭在出嫁之前啊 这个斋藤道三给他一把短刀啊 说你嫁过去看看啊 如果信长真的是个傻逼的话呢 你就杀了他 然后呢 我就沉积啊 发兵夺取伪扬国啊 好家伙 对吧 这个这个挺厉害的还是 但是龟迭说什么呢 龟迭说 呃 可以 但是如果我过去发现他不是一个傻逼的话呢 我就会跟着信长 我就会辅佐他 那最后这把刀呢 可能会指向自己的父亲了啊 那个这种故事啊 能够成为 一个 一段美谈 这个 在民间流传啊 大家也可以看到这个 下课上的传统艺能啊 呃 也是不分男女的 是吧 后来这个道三见到信长的时候呢 是觉得信长是很厉害的一个人啊 就立刻和信长结成了同盟关系 呃 并且呢 说 这个就做了一个预言 说将来我的孩子有可能会在这个傻逼的门前给大家签把 这是对信长很高的一个评价的 但这个预测本身呢就错的离谱啊 因为 他的儿子呢 没去信长那边签把 而是呢 呃 他的儿子把他 包括他其他的几个儿子都给弄死了啊 又完成了一次常规的下课上啊 这个在信长稳住了北边之后呢 这个主流的威胁就来自东边了 东边就是金川家嘛 金川家的当主就是著名的金川艺员啊 我们上级也提过这个人 金川家的实力呢是很强的 而且这个金川艺员呢其实也很强 而并不是一个菜鸡啊 这个我们上期视频其实讲过很多这个父慈子孝 兴勇低功的故事啊 这个艺员呢就先干死了自己的哥哥 再坐稳了家属这个位置 其实信长啊 他也是上位之后也搞死了自己的这个弟弟啊 在这个战果时代啊 大家要知道这个因为家庭成员之间啊 出现一点小小的摩擦 导致一方意外死亡的这种情况呢 这个不能说是司空见惯啊 但至少也是平平无奇啊 基本上呢就是我爱你不后悔 但也尊重故事结尾的这样一种感觉啊 这个金川家在金川艺员的这个领导下啊 这个实力啊地盘其实都长得非常多 这个艺员呢他军事呃 内政外交其实都挺强的 而且人送车号东排到第一宫啊 这个志田进场这个对手其实并不弱啊 这个志田和金川家呢 其实双方摩擦了很多年了 这个后来这个战同道三死了也啊 这个金川艺员呢 觉得搞志田家这个时机也到了已经 他呢就先策访了志田家南部的一些小领主啊 然后呢 志田家因为自己大的领主被策访了嘛 志田家派人过去打啊 然后这些小领主呢就 这个向金川家那边去求救嘛 金川艺员带着大兵就来了啊 这个金川家出兵的原因呢 史学界是有一些争议的 以前呢 最流行的说法是 这个金川要出兵上落啊 上落这个概念我们上集也讲过啊 就是向京都进军以夺取天下啊 这我个人认为啊 其实金川家这个出兵的目的 就是为了救援南风的几个小领主 然后呢 以及看看能不能彻底击败这家姓城 吞并伟证这个地儿啊 这个金川家当时的实力呢 大概是七十多万弹 能发动的兵力呢 是两万五千人 很多书和电视剧啊 他为了渲染这个信长的英雄气概啊 就是以及这个以少胜多的这种细节化的成分啊 就把信长的实力说的很弱 但其实信长没有这么弱啊 信长当时的也有大概五十万弹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实力啊 可以动员的精力呢 大概在一万五千左右 但是呢 最终实际参加统拳间之战的 确实只有信长本镇的这个两千多个人 金川大军家境啊 这个信长就召开军事会议嘛 信长手下卓的将领呢 基本上都是主张坚守这个青州城 就是信长伪张的这个主城啊 这个想法呢 大概不太符合信长的心意啊 或者说也不太适合这个信长敢于冒险的这样一种性格啊 而且这个想法我觉得确实也不太好啊 因为这个你守城 他其实守的是一个孤城啊 因为这个伪张这个地方有很多豪祖啊 这个豪祖的势力肯定就都导向金川了嘛 如果你守的一个孤城里面不出来的话 最后呢就真的成为了一个孤城 周围的势力都归附金川的这个孤城早晚要完 对吧 所以说呢 这个信长看到大家都想守城啊 呃 估计也不太开心 信长就说这个夜深了 大家散了吧 于是呢 这个军事会议呢 其实并没有得出一个结论啊 这个会议散了之后呢 信长就回到自己的房间去这个休息了 第二天呢 信长就在房间里 跳了那首著名的敦圣 人生五十年 相比夏天顺如梦幻 在世间一度生存的人们 又岂能长生不灭呢 敦圣里面这几句词啊 有着各个版本的翻译啊 比较有名的一版 是人生五十年 如梦亦如幻 有生死死死 壮世复和汉 但这个感觉呢 我感觉这个和原文相比 味道有一点点不一样啊 所以我刚才翻译的是 刚才那几句啊 这个桥段呢 也为很多的影视作品演绎过 说实话 日本这种跳舞 拿着个站的这种艺术啊 这刚开始听的时候啊 我觉得还是很难听的 但是你多听几次呢 就感觉还好啊 人間五十年 外天の家を比べば 夢幻しが如くなり 如くなり 这个跳完这首敦胜之后啊 信长就跨上了战马 独自出城去迎敌了 身边呢 只跟上了他的几个随从 和很少的一些士兵啊 这个城里的重将士一看啊 这个主公单骑出去迎敌了 也纷纷就是整理自己的装备嘛 抓一时间跟在了信长的后面 这个信长呢 也不是有有无谋 真就单骑去送人头 这个信长在走了一段之后呢 还是停了下来 等了等后面的人 然后呢 因为在那里做了一个 这个适时一适啊 就其实为了等后面跟上来的人 那后面的人呢 逐渐就跟上来了 就聚了这么两千多个人 信长这种出殡的方式啊 可以说是起到了提升士气的作用啊 而且呢 也确实起到了出其不异的效果 毕竟连自己人都没想到 他一个人其实马就跑出去了 大家也是匆忙间才跟得上他 这个就更没有金川家的间谍 能够通报消息 对吧 这就掩盖了他出兵的意图 也最终帮助他完成了这个土王间的突袭 这时候呢 金川议员在干什么呢 金川家 金川议员面对情况是这样的啊 就第一 有血板 第一呢 这个 金川军啊 一路可以说是所向披靡啊 攻占了金川家好几个据点啊 相当于金川家这个边路一塔已经掉了啊 而且呢 议员的手下这个松平元康 呃 线上了之前大象的首级啊 相当于这个一血也已经拿了啊 这个大家可以记住松平元康这个人啊 后面还会出现这个人啊 第二呢 就是 沿路的这个村庄啊 地方的势力啊 一些小的豪族啊 就都来这个敬奏 都来欢迎这个金川军嘛 毕竟大家都是讨生存 对吧 这个谁来统治 不管谁来统治吧 你都先来讨好一下 对吧 这也让金川议员呢 就有点消 对吧 这个第三呢 根据这个间谍的情报啊 这个信长正在城里 就是喝酒跳舞啊 可能就正在跳那个蹲蹭 对吧 这个议员就觉得 信长这是白烂了 对吧 要挂机了 对吧 那我们呢就不用着急 这个就可以先这个驻军休息一下 对吧 就喝点小酒 这个议员呢 这个时候已经处在这个暂停游戏 切除屏幕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了 不能说麻痹大意吧 至少也是毫无防卫 对吧 当时这个议员驻扎的地方呢 就是叫统辖间的一个地儿 这个据考证 是一个小小的丘陵 这边的信长呢 就专门挑这个小鹿行军啊 他就为了搞突袭嘛 这个但信长呢 说实话一开始呢 他也不知道这个议员的 本队在什么地方 就误打误撞呢 就发现了金川议员的本队 在这个捧月辖间 这个所以说 当信长带着2500个人 突然出现在议员本队面前的时候呢 这个信长啊 可以说是占尽了天时地的人和 天时呢 就是当时天降暴雨啊 可以说是加剧了 金川议员军的 这个恐慌和混乱的状况 而且议员军呢 在这个雨中啊 是这个大雨中逆风作战啊 这个困难的很 地利呢 就是议员的本队啊 也有着5000多人呢 其实兵力也比信长有多 但是他在这个统辖间的地形啊 他是一个 一字排开的一个阵型啊 这个统辖间 狭窄的地势呢 其实非常不利于 这个金川家优势兵力的展开啊 人和呢 就是 基田军是抱有着 这个绝死一战的这样的心态 对吧 而且这个 但是这个当时的金川军呢 前面说了 是喝了酒之后 这个大家都很涣散的 对吧 那种状态的 于是呢 金川议员就 这个这个打不过 只能逃跑啊 在逃跑的时候呢 据说是喝醉的从马上掉了下来 然后呢 议员呢 腿又比较短 这一下子上马呢 又伤不太去啊 又比较胖 那个正所谓 这个腿短身的长 越走越迷茫啊 结果呢 就是 落马进了草 手机被割了啊 就这样呢 鼎鼎大名的金川议员呢 一下子人就没了 这个统辖间之战的结果呢 就是这张信长 一战成名 对吧 就从此之后呢 再也没人叫他 伟章的大傻逼了 这很快呢 信长就走上了 天下不武之路 成为了一个让人 闻风丧胆的一个人啊 第二个这个后果呢 就是前面提到的 宋平元康 这个人呢 也独立了 几年之后呢 宋平元康就改名成了 德川加康啊 加康和信长呢 就组成了著名的 青州同盟 也就是知田德川联盟 这个联盟呢 是整个战国时代啊 时间最长 最坚固的这个同盟关系 加康呢 在东边可以说 替信长挡住了 非常强大的 这个武田家 等等势力啊 成为了信长 这个在东方的 非常重要的一个屏障 这个按照我们 两年更新一级的速度呢 大概在四年之后啊 大家就可以听到 这个加康的故事了 今天讲的第二场战争呢 就是这个长小之战 这个信长在 打败了一员之后呢 就一路扩大地盘 提升自己的实力啊 在打这个长小之战时候啊 信长已经比较牛逼了 当时呢 武田信玄老爷子已经挂了 这个武田家当家的是这个武田圣赖 武田圣赖有没有经历过下战呢 也经历过啊 因为这个 间接经历 因为武田继权的这个顺位的继承人 原来并不是他 是这个武田义信啊 但是武田义信呢 也是武田义信的儿子啊 他就想通过政变来 这个推翻自己的爹 对吧 然后呢被老爷子给反杀了哈 最后呢这个圣赖才得以上台哈 这个武田呢 就老打德川嘛 就这个欺负德川家哈 这个当时已经是全家人都知道 这件信长厉害的这个情况啊 因为当时是多方势力一起组织了一场 这个组织了一张反之田的一个包围网哈 当时的信长也腾不出手来帮德川这边啊 后来呢 在信长终于能腾出手来的时候呢 就和武田军在长肖这个地方就打了一仗 当时长肖城主啊 先是向德川家投降了 这个武田家呢 就派兵包围了这个长肖城 本来这个长肖城呢 还能守啊 但后来这个武田因为往城里发射那个火箭嘛 就把这个粮库给烧了哈 这个没有粮食了 这个长肖城的这个守军 可以说就是万分危急的 这时候最后的选择呢 就只能是派出人去向德川家方求联兵了 因为这个武田军已经把这个长肖城给团团围住了嘛 大家觉得想突围出去也比较难 这时候呢 就有一个叫做鸟居墙 右卫门的一个士兵 说他愿意去 然后他就从排污水排粪便的那个出水口 就潜入了这个护城河里面去 然后呢 顺着当时是美与季节嘛 顺着那个暴涨的河水 在河里大概就是去了四公里啊 就成功呢 这个逃出去报信的 当他到达这个港七城 就是这个家康的主城的时候呢 这个信长也带着大军到了啊 正准备要增援长肖城的啊 这个信长和家康就一起见了这个强行围门 强行围门呢 因为这个尽早想让城里的人知道援军即将到达这个消息 振奋这个城内守军的士气啊 就一刻都没有堕呆啊 就立刻想返回这个长肖城 这个一天多的这个时间山路啊 这个奔袭往返一百三多亩里啊 这个但这一次呢 这个强行围门就不是很幸运了啊 就被这个武田军一下子给豪住了啊 这个武田圣赖呢 就许给他非常优厚的待遇啊 给地位给钱啊 然后就让他往城里来喊话 就说呢 你告诉城里的人啊 这个援军根本都不会来 然后呢 想以此呢 彻底击垮这个城里守军的这个士气 好拿下这个城啊 这个强行围门呢 就表面上接受了武田圣赖的这个条件啊 但是当他来到镇前的时候呢 却拼尽力气往城里面喊 不出两三日之天 德川远军就到了啊 请大家务必坚持忍耐啊 这个城里人一听到 远军就要到了啊 马上就感到很振奋啊 这个武田圣赖大怒也是啊 你说好了 对吧 不干事啊 这个这个当场呢 就把强行围门 用非常残忍的方式处死了 就是用这个长枪 反复的刺 他的这个身体啊 然后强行围门被处死的这个现场呢 也被守军 这个长礁城的守军看到了啊 这反而大大的激励了 长礁城的这个士气啊 大家看强行围门 这么中烈的一个人 死的这么惨啊 然后就士气大震啊 反而起到非常相反的一个效果啊 然后就守护了武田军多次的这个进攻啊 终于呢 在两天之后 这个支田和德川的援军到了也 这些历史上的小人物啊 他们的故事我觉得蛮打动人心的 还是这个强行围门呢 因为他其实不是什么牛逼的武士 或者怎么样啊 他其实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士兵啊 之前是很木木无门的一个人 甚至呢 在他这个死的时候啊 连武田家的家臣都被他感动了啊 这个武田家呢 有一位家臣就把这个强行围门 受刑的这个资资呢 给这个描绘下来 直接当做自己家的这个家旗的啊 就可见这个强行围门是多么的啊 这个打动了在场双方的这个这个这个人心啊 这个强行围门的这个后代呢 也一直被这个德川家所后代啊 就一直到了德川家倒台的时候 就是十几代啊 都被德川家所纠代啊 这个长桥之战的这个关键点呢 在我看呢 其实不是后来的这个大学战啊 而是信长骑袭的叫做 员朝山的一个地啊 就是这个地呢 是可以说是这个武田生来的一个退路啊 在这个军事会议上面呢 就是德川家有一个众传 叫做九景中四 就提出了骑袭袭朝山的这个计策啊 但是呢 信长当场就把这个计策给否定了啊 但是呢 在这个军事会议之后啊 全命令这个九景中四 就按你的这个计策来办 这个九景中四呢 就出兵了 就夺取了云袭朝山这个地儿 这个今天信长为什么这么干呢 主要就是为了防止这个走漏消息啊 他怕这个会议上面 有这个武田家的间谍啊 在这个云袭朝山被拿下之后呢 这个圣代的后路就被切断了啊 他其实就已经 失去了这个战略的这个主动权啊 就被迫要和这个极田联军决战了啊 这个极田呢 就在舍乐园这个地方 就布好了一个阵势就等着武田军来 就相当于是以义代劳了 这个战争的过程呢 挺简单的还是啊 就是之前军在这边架好了防御的攻势嘛 对 布好了阵型 架好了火的枪 对吧 然后呢 这个武田军呢 就一波波的送 一波波的冲 这个武田军呢 还是很厉害的 这个战斗力可以说非常强 我们上级说过 这个武田家良辰猛将非常非常多 这个齐兵也是天下文明啊 他其实是武田军冲垮了这个枝田联军好几道防线 甚至还一度占据了战场的优势啊 这个有一度是直逼信长的本阵啊 但是呢 后来这个武田家的这个几名大将 都被这个火枪这个射杀了 这就大大的动摇了武田军的这个军心啊 最终还是没打过直田和德川的联军了 就这场战争呢 信长之所以能赢 我觉得呢 是有这么三方面的优势啊 这个第一呢 是信长当时是有这个兵力的优势的 因为当时这个直田和德川的联军啊 直田有三万人 德川呢 有八千人 武田那边加起来只有三万八 对吧 武田那边呢 一共是一万五千人 信长这边呢 是兵力占优的 这已经不像这个统下间的时候 需要一勺打多了 对吧 其实真正的军事家呢 肯定不喜欢这个乙弱胜强的 对吧 这个第二呢 就直田家这边呢 有着布防的优势 在拿下了那个冤朝战之后啊 这个就直战军可以 就提前布防乙役代劳 对吧 这个布下了重重的防御攻势 因为那个就是 武田家的那个马不是比较有名吗 骑兵不是有名吗 这个这个 之前就布了 就很多那个学名叫什么 就是那个 那个卡马的 就是马卡子那种东西 就是马过来就会被卡住 就把马怼死的那个 那个东西 就是就是就是巨马 我想起来了 那个学名叫巨马 当时当然可能也没有巨马那么先进 这个我没有考证啊 可能也就是修了一些 防马的那个栅栏而已啊 反正就是 经过就冲冲的阻拦啊 就让这个武田的骑兵啊 就很难的发挥 就很难发挥啊 这个第三个优势呢 就是之前家有这个火枪的优势 信长是很喜欢用这个火枪的 之前家呢 很可能有着 当时战国时代最大的火枪队啊 当时的火枪呢 技术其实并不成熟 很容易这个炸糖 而且呢装填速度非常慢 基本上呢 你射一轮之后啊 就来不及装填子弹 这个对面就冲过来了 在信长呢 采用了一个三段射击的一个技术啊 有很多电影里面 画面这样的 就是有三排射手并排的站 第一排射完之后呢 就往后退对吧 然后第二排再到前面再射 然后就这样三排轮流射吧 但这样其实不太科学啊 因为培养一个射手呢 挺难的 这个三个人里面呢 肯定有一个人射的比较好 对吧 这个所以说 我觉得讲道理的话呢 应该是就是一个射手主要来射 但这个射手呢 配三把枪 另外有两个人呢 专门给他负责来填这个子弹 对吧 这样一个人配三把枪 就可以把射速给提高到 百分之三百了 对吧 这个武田军在冲锋的时候呢 很可能是没想到 会遭遇这种连续的射击的 他可能没有防备 因为这种情况下呢 射一轮就完了 但是这个直前军里面 射的又射 对吧 这个而且呢 直前军这边采用的战术呢 是集中火枪的这个火力 来先射杀武田军的这个将领 这个就给武田军 带的杀比较大 这个整体来说呢 所以说我们概括说呢 就是武田家的马呢 没什么用 直前军呢 基本上是可以把有马当无马 对吧 而且呢 这个多人轮番大量 堂内发射 连续射击 对吧 这个大家可以看到 在这个统下线的时候呢 信长能打赢啊 更多的是依赖运气啊 这个到了长小之战的时候呢 信长已经完全不靠运气了 这个整个的战术理念 大家可以看到 是非常成熟的 先把武田军的这个后路 给他切断 然后呢 再通过修工室来布防 对吧 然后通过限制对方兵种的这个优势 对吧 然后合理的利用自己的 兵力上的优势 这个 这首信长已经从那种 舍命博的那种 一个勇猛的武相 已经进化成了一个 非常成熟的一个军事家了 这个长小这一战呢 武田家这个高级军事人才 这一层啊 受到了非常重大的打击啊 要知道前面这个 我们讲武田信源说过 武田信源是非常看重 人才的能力的 对吧 所以家里的良辰母将那么多 武田信源有一句话 叫做 人是城 人是债 人是圆 他最看重的是人的能力 其实 但是长小之战之后呢 武田家可以说是无数的名将 最终战死 武田的四大天王就死了三个 这个武田家声望就开始动摇了 对于武田家来说呢 这是真正动摇国本的一战 从此之后 名动天下的武田家呢 也就开始走向衰落了 这个我们的第三战呢 讲的就是本能寺之变 这块就说的简略一点 因为主要介绍信长的结局 这个本能寺之前的时候呢 信长已经非常强了 强到什么程度呢 强大都可以分兵多处 同时和多个对手来开战的 这个 后来呢 就是信长他自己都不需要出马了 就派出自己的儿子去 就把这个武田家给灭了 然后派出一个大将出去 就和这个 就把这个上山架打得非常难受啊 就可以说呢 当时的信长离这个天下统一 只有一步之遥啊 这个当时呢 这个信长就调动明智光秀的军队啊 明智光秀呢 最早是摘腾道三的手下 后来也是几经辗转来到了信长这里 并受到了信长的重用啊 当时呢 可以说是信长家最有权势的几个家臣之一 信长呢 当时正好在这个本能寺这个地儿啊 这个光秀呢 就带着一万三千名士兵啊 他给士兵说 我们呢 去接受信长的这个检阅啊 但是当第二天这个部队在渡河的时候呢 光秀就喊出那句非常著名 也是改变历史的句话 就是敌在本能寺啊 这个本能寺之变的过程呢 没什么好说啊 因为信长身边只带了大概一百个人啊 这个明智光秀就围住本能寺开始杀啊 这个信长在抵抗中 就拿弓箭来射杀光秀这边的士兵啊 然后呢 就重箭赴张了 然后呢 就转到内势里去自禁了啊 但自禁究竟是通过自焚 还是切腹 其实不知道啊 而且因为这个大火呢 这个信长最后遗体也找不到了 这个影视作品中啊 一般都会浓墨重彩来讲这一段啊 把真的历史讲得这个惠真惠似 甚至会说呢 这个信长在这个点火自尽的时候 又跳了一遍这个敦盛啊 这个人生五十年如梦又如幻 对吧 这个信长的人生是从1534年到1582年 这个正好是接近五十年的时间 可以说信长在统辖间之前 跳那个敦盛的时候 一语成诚可以说是对吧 然后还有说那个还有一些这个作品啊 就拍说这个信长死的时候呢 是和那个归蝶就是那个农鸡在一起的啊 嗯有一点点就像这个项羽鱼那样的感觉啊 但事实上呢 这个归蝶整个人生的后半段啊 在这个历史上面是没有什么记载的啊 这个所以说这个农鸡和信长死在一起 这个可能性不是很大 在这个历史上 这个本能寺之变的过程 可以说是疑疑点重重啊 这个也是这个阴谋论者 比较喜欢的一段历史啊 这个信长的尸首呢 也没有找到啊 而且信长身边的人几乎没有什么生还的啊 而且呢 最后杀了信长的这个光秀呢 很快就输给了秀吉啊 这个也死了 这个秀吉呢 就是我们下一集的这个主角啊 按我们这个传统更新速度的话 大概两年之后就会寄养到这个人了啊 这个光秀是怎么死的呢 其实也是凭秀吉的 以免之词 甚至光秀最后死没死呢 也是有一定的疑点啊 这个话说明治光秀 为什么这个叛变呢 其实这个最后也没有什么结论啊 这个比如说 这个说法很多啊 就比如说呢 因为居然信长 他放逐了家里的有很多的这个老臣嘛 甚至连这个脱姑重臣级队的人物也被放逐了 这个信长 他是不想让家臣在这个功劳部上面 就是躺平 但这就会让很多的 他的部下就非常的不安 对吧 这可能是光秀造反的一个原因啊 还比如说就是 吉的信长和这个天皇和以及当时的将军啊 是有很多矛盾的啊 在我们中国这个三国里面啊 曹操的手下也有这样的人 就是什么呢 我帮曹操可以 对吧 我因为我是在帮助汉朝的城乡 对吧 但是你如果真的要对汉朝不利的话呢 那我就不能再帮你了 这个还有说法呢 就是吉的信长 曹操明是光秀他这个光头啊 这个光秀是不是光头呢 也没定论啊 很有可能是因为光秀两个字拼起来是一个秃字啊 这个呃 还有可能是因为这个信长叫改封光秀的领地 那当然还有人说一些别的理由 比如说这个秀吉和家康才是背后的主谋啊 也有人说是 之前其他的几个儿子想夺这个继承的位置什么的 这个光秀背叛理由说不太清啊 嗯在上集这个视频里面呢 我对这个历史的看法 就是说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嘛 甚至连这句话呢 是谁说的 也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而已 因为呃怎么说呢 我其实读过不少历史书啊 其实自认为读的历史书还是比较多的 但是你随着书随着这个资料越看越多呢 其实反而对历史的真实性啊 是越来越悲观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啊 因为归根结底来说呢历史还是为政权本身服务的工具啊 这个其实历史真实性这个属性啊 是非常非常次要的一个东西啊 所以我一直说我们看历史呢 看个热了就完了啊 就说我们今天讲的 这些历史呢 包括金川议员为什么出兵 统下间究竟是怎么打的 对吧 究竟是一个正面战 还是侧面的一个背后的一个突袭 没人知道的其实 包括我们说长小之战 这五天家的骑兵究竟是一个什么情况 这天家的火枪到底发挥了多大的作用 没人知道的其实 这个三段射击究竟是真是假 也没人知道 这个本能寺之变的这个过程呢 更加像这一团迷雾一样 我们其实什么都不知道 我前面有一个视频呢 就讲到这个之前的一些事 对吧 有人就问应该怎么了解历史呢 应该去看哪一本书呢 其实我觉得研究历史啊 从来不是看哪一本书的问题 而是每一家的说法 各派学者的研究 各个主要人物的回路 可能都要综合来看 最终呢 才能在这个自己的猜测和推理之下 得到一个尽可能接近事实 但是呢 又很主观的一个答案而已 对吧 因为历史呢 其实想怎么写 写着都可以 很多东西都是可以被抹杀的 包括近代的历史 也被重写了非常多次 就拿我们的很多领导人来说 也曾经被说成是叛徒 汉奸 公贼 对吧 就我们的元帅 也曾经被说成是理从外国 对吧 但后来都交证了这些 对吧 但是并不是历史上所有的人 都有这个运气 对吧 这个我们说回来 这个本能寺之变之后呢 有一个很严重的后果 就是西藏死了 他的儿子这个志田信中也死了 这个志田信中啊 就是带兵去灭掉武田家的那个人啊 死的时候才26岁 他是志田信玄正牌的 这个指定的这个记忆成人啊 这个信中呢 其实本来有机会可以跑的 这个但是信中以为 光秀是老木深算一个人 肯定把他的退路都封死了 他就没有跑 就找了一个小城 就那里这个守 但他兵力非常少啊 就几百个人 最后也是被 连着光秀的军队围起来 他打不过就切腹了 他一死呢 就是志田家 不光是志田信长死了 就是志田信长的 记车人也死了 整个志田家 马上就陷入了一个 四分五裂的一个局面去了 后来就让福南秀吉 就让秀吉给 当时还不叫福南秀吉啊 就躲起来这个天下 这个故事呢 我们就下集再说 这个我们这个视频呢 因为时间有限啊 信长的很多的事迹 都没有讲到啊 我是挺喜欢 志田信长这个历史人物的 信长呢 是这个敢于打破规则的一个人 是为财适用的一个人 而且他个人的能力呢 也一直在飞快地长长 而且除了军事能力之外呢 他的政治能力也很强 那这个还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啊 这个突然详细地给大家说一下 就是在几年之前 大概是本能寺之变得过去了四百多年了 这个志田信长和明志光秀的后转啊 在现代社会啊 这个握手言和了 挺好的 这个我们这个视频也到时候了啊 这个也画上一个句话啊 我们今天志田信长 就和大家聊到这个地方 有趣的灵魂聊科技人文 我是李自然 我们下期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